第六题有关于脂质的趋势和正确 首先对水有极大亲和力吗 刚好不是 脂质就是脂溶性 就是赤水 赤水就是不容易溶于水 所以有水不相融嘛 所以脂质对水有很小的亲和力 它是赤水的 所以第一选项 植物油脂大多还有不饱和脂肪酸 所以才容易在室温下沉液态 所以它植物油大多含不饱和脂肪酸 而动物油呢 大多含饱和脂肪酸 那为什么C不对 因为它讲的是鱼不是大部分的动物 鱼类是动物中比较特殊的 鱼虽然是动物 但它的脂肪 里面的脂肪酸 大多是不饱和脂肪酸的 所以植物油和鱼油 在室温下叫做油 它是液态的 因为它比较不稳定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部分 液态 所以植物大部分的植物油和鱼油 它是不饱和脂肪酸多一点的 而一般的动物油 或叫动物脂肪 和中铝油在室温下是固态 因为它是饱和脂肪酸比较多 所以这题的BC也不对啦 好 最后一个 三酸甘油脂水解后 可释放出脂肪酸和甘油 是的 它当时就是三个脂肪酸加一个甘油 合成那个三酸甘油脂加水 所以你可以想象它的反应 A加水变成双向 变成B加C 好 那B跟C是谁 脂肪酸是B 甘油是C 三酸甘油是A 所以比例是 1 3 3 1 像这样 双向可逆 所以它今天问的是 三酸甘油脂水解后 可形成B脂肪酸跟甘油 没错 所以猪是对的 在考虑你分子结构啦 三酸甘油脂 就是由脂肪酸和甘油所形成